字幕提供 好了 回到那個NG 最後我都是選這個版本 舊身六劫的插曲 戲劇人生 當然裡面 第一 電視劇好看 第二 就很清 不是經常有這麼清 這麼舊的影片 就是有哥哥 我們見到 有孟子 岳樺 岳樺 岳樺都過身 其他的老氣骨很多都不在 浮身六劫都應該是老蕭的戲 其實老蕭就說他的成就 假如說有什麼KOL 都是 反而我覺得他的戲真的挺好看 他的戲真的挺好看 因為寫人幾十年後 現在我們才看《惡如雷》 我都覺得真的挺好看 《大地恩情》全部都OK 好了 為什麼會播呢 我上個星期講過 葉振堂 Johnny哥 《榮優》 我還沒買票 但我會買的 紅館開演唱會 我都義務地我會和他宣傳一下 有網友說應該播放夏爺 一下曹星又和他合上《李奇人生》的版本 但我更加喜歡原版本 其實經典能夠流傳 可能先入圍著 你往往都會覺得更加好 就是舊版本 大家留意一下 我沒有記錯在六月尾 六月二三 六月二三 你買票什麼 買了 我都不等了 我那時候說他會便宜出來 我不會自己便宜得多 不爭在 支持Johnny哥 其實真的很多歌 那天和阿正在亂動唱完 我馬上按一下 真的很多 《喜劇人生》又很好聽 《亡盡心忠情》 我們上次唱歌 《難為勝邪定婚戒》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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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笛子姑娘》 什麼《藍色小馬》 是笛子姑娘的後續 《藍色小馬》 《在生我心安靜命》 我是不是笛子姑娘 笛子姑娘是怎麼唱 笛子姑娘是一個空著眼上 尤其我就是《藍色小馬》 什麼 就叫《性命夢裡花開遍》 《藍色小馬》 很多個 到時候如果我去看Johnny 現場Johnny哥 可以去買一些 不知道門口有沒有東西買 用的 給他簽名 在後面牌裡面 簽一下 跟棠哥 不要說話了 我叫Banny 大家不要那麼大 不要玩東西 簽個名 其實他真的OK的 因為他一段時間 剛剛那一段時間不知道什麼事 甚至是代表香港參加東京的幕節 那時候無事還是選最多的時間是許冠傑、胡元芳 談他不去東京的幕節 他代表過 你就知道他有一個 就是剛剛在阿倫馬那些未彈上來 即是812年 羅記、林之祥那些上了 他那時候憑什麼歌唱 我都不太記得 好了 今天就想講一下這個 5.1 我希望是什麼呢 本來我不特別想講的 因為其實近年 港產片在大陸無論合拍還是港產呢 包括警費片 數字三都不行 就反而 譬如剛剛過年多期比那套什麼 熱辣滾行 搞定了 好了 我們看回 4月最好 因為現在大陸的市場是全世界最大彈的市場 是電影的 多人 收得最好的就是 龔其俊的《你想會出什麼樣的人生》 還有《科斯拉大指金方》我都沒有看 《科斯拉大指金方》有沒有看 有 你有第一集有沒有看嗎 有 你覺得好沒有看嗎 看開就會追 第二集好沒有看嗎 看開就會追 如果沒有看開也不需要一定看 第一集已經說不一般了 所以說沒有看開就不需要一定看 其實《科斯拉大指金方》怎麼跟金方打呢 無論如何 Cross over 吸引你的粉絲進去 《科斯拉大指金方》不合不合 是這樣的 我們要吸引粉絲 也不如發燈 要叮噹大指叫太郎吧 隨時也會 好了 3月 周處除三害 收了6億多 很厲害 你不要用升聖幾十億那些 沙丘二也3億 如果周處除三害 收了6億多 你如果插回四成 它一定會賺錢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大了 好了 過去兩星期上映的 《八日之下》 《年少日記》 和大陸的乘船移去 三部都平均高 都百分之上位在豆瓣 但是三部 其實不如《八日之下》 和《年少日記》 是一千多二千萬的東西 在大陸 那就真是一般 好了 現在這樣講 五日就是大的 黃金檔期 大檔期 在大陸來講 現在排片 維和防部隊 就遠遠拋離 因為都覺得你聽它的名字 維和防部隊都厲害 好啊 這些 那我還要 也都用千二萬的票房成績 位居新片 票房綁手 那因為呢 實在積弱得太久了 港產片 所以這一套呢 喂 我想跟大家講 它說是國產 我未正式去看 我相信一定有大陸資金 但是九龍城寨之圍城 基本上是全部香港人 台前幕後都是 清一色 或者不是 這個母子是日本人 全港產片 全港產片 因為港產片積弱 它排片都排得很差 但是呢 做了幾場 口碑場之後 開始傳出去 其實它現在 那個 預售 預先場 收一千萬 其實都是差二百萬的 內地 我們偉大祖國的影評人 就覺得 如果口碑爆出來的話 九龍城寨之圍城 就很有機會 從後趕上 因為尤其是它們一爆 如果它們收視一強 就馬上撿軌 它們上面很 即是那些戲院 遠線 真的很靈活 但是中間還有一套 日本動畫喜劇的間諜歌 加加代號八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似乎 似乎 是不是香港的名字 還有我們香港對日本動畫 雖然是buy 但是好像沒有上面那麼厲害 它們真的 去動一下收幾億 香港人都經常相信日本動畫 但是這套好笑 是啊 沒聽過 那我就覺得 什麼都假 我明天就去看 《廣東城寨之圍城》 真是好 我都說好 但是我看完才講 但是也都希望 港產片 差一口氣 就是 我也都覺得 其實大陸那些 影迷是提高的水準 你好像是法國這樣 你法國又怎樣 你拍到那些好多東西 別叫我賭神 你可能你不就去好地地 是吧 結果你殺 吃老闆吃到這樣 都是跑步算了 那你新呢 那我不會特別少 第一 港雷商訊是什麼卡士 第二 它是拿 說真的 是不是全國這麼多間 戲院收74元 還是那間戲院收74元 有時候這些圖 不是 有時候這些圖 我真的覺得 如果全國合起來 你有沒有看 最後只有一千元 最後一千元 就不是74元 就是隔了那麼多天 沒有多少天 如果這樣收 一兩三天 一兩三天 就收了皮 為什麼你第一天這樣收 你第二天 可能是一百間園 才分兩間 一定是這樣 第三天就沒有了 喂 尿尿尿尿尿尿 那就是這樣 老實說 你現在香港問心一句 有誰是卡士 你跟我說 有哪一個是卡士 我告訴你 如果現在香港 走出來以幕前 可以說它是卡士 我們估計 估計 只有周清潔 都不肯定 大連武棒 沒有了 有誰是卡士 周清潔 其他拍什麼 翻發自己 都是一般 我當他一套生氣 如果他自己 不是做第一套 南署國 都是贊 香港都說 英國可能是 都不敢肯定 我不是說 我都不敢說 有誰是卡士 我說什麼 什麼叫卡士 其實香港從來 劉德華不是卡士 梁朝偉不是卡士 因為他們賣到 在那個情況 他是卡士 他是卡士 在那個情況 但是其實在香港 你看劉德華 雷朝偉有多少 真的收得 不能收得 很簡單卡士 不是說製作 是說表達兩個名字出來 就進去看 不是上週 說來講 八九十年度 是成文周恩發 周星馳 當你吵就去 不用你去 好不好看 拆個名字出來 怎樣稀都會出 兩、三千萬的 那些說什麼 師兄撞鬼 周星馳都還沒有大紅 都不知道什麼 九八 那些說不知什麼 吵你 立民術 半個闖天下 一號是林領東 你有2000 OK 那些是卡士 如果不是 有什麼卡士 反而你這樣是好 就行 我們看看這次 這個網友講了幾個月的 Tandu不斷叫他講潛衡 潛衡我都沒有看 是 劉華嘛 我都沒有看 我怎麼會怎麼講 我都沒有看 我怎麼會看 我近年戲院小 我要刮痕 喂 就算是 我屌你了 劉華 這樣的casts拍到這樣 就算是劉華 這個故事就屌你 在大陸都雷吃 最近那一套都不行 劉華 最近那一套好像有什麼 不看潛衡 但是那些人說氣不差的 所以本身那個導演之前才拍過一套 不知道叫石頭 叫什麼 多有他意義啊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 很難說Carmus一氣不差 當然是劉華了 劉華在大陸是怎樣的 就是不行 我認為這個是樂觀的 雖然難做 為什麼呢 如果你想你還給別人問飯 如果你想一想 澳門風雲都敢死去拍幾集的 對不對 那你拍到第三集我當然沒有看 我一陣子難堪 要擺到劉德華 張家輝 張學友 全部出來了 然後發個悉氣 被大陸那些農民吵咬你 你吵吵吃都好 認真些 而且現在的電影 譬如你那些 不是講廣東話演員 你肯定有人配音 講廣東話 也是不好聽的 好想真 不好聽的 不一向是 就算杜其鋒後來屈服了 其實拍《盲探》 那個胡君 無緣無故說 找人配音 就算香港配音很厲害也好 好格不入 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 但是其實大陸真的喜歡講廣片的人 其實是喜歡講廣片那樣東西 但是你又沒有了 是呀 瘋狂的石頭 即是阿彭阿彬奧 紅什麼 紅芝先生 好了我們看看那些相片 話說這一個表揚他 我對這間學校毫無感情 就是元朗信義中學 我今天在Facebook見到 原來現在那班學生 在校園裏發野隻貓 助理校長 就是這個韋慕 我真的不懂讀他的名字 韋慕室助理校長發野貓 也不是平日見到他浪浪 於是乎他跟校長 就立即一齊照顧這隻貓 由於這班學校附近出現 學校跟他改名叫順順 他們順時中學 是女隻貓女 現在暫時先看沒有晶片 帶他去看手衣 如果沒有晶片學校會收養他 他說其實之前15年前 學校收養過一隻貓 這個韋校長 那隻貓叫Bibi 現在15歲了 他說他們為何會這樣 第一他們很喜歡貓 第二他們學校也是1819年 由學生成立了一個愛護動物學會 所以由這個委座校任負責老師 每年有十幾個學生就做一些幹事 現在這個學會有80個會員 而同學也都因為可以有這個愛護動物 這個學會去近距離有些家不喜歡 接觸動物 培養他們 所以我實際上是要給一個 這個愛護動物學會 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一起 其實除了玩之外 其實會病 會哀醜 去妖解身 香港家庭其實不是很多 可以有條件養寵物的 但是起碼可以近距離接觸 即是生命教育 我認為這個非常好 這個聯網是順義中學 好了 去第六節之前 當年我要賣廣告 大家留意了 今天是廣告 去上 首先 這個八爪魚 我們已經賣了幾年 但是有個好消息 這個八爪魚 叫做石爪 它是熟的 它不是生的 我下了一張照 回去之後 你們不用擺冰格 這樣撇開它 其實一隻八爪魚 我們五六百克 就是這麼大隻 我們長年都是賣三百八十八元 吃過的朋友 我都不需要特別講 這個星期 我們的特價 我又不會限售 但是如果太多 我想就未必 因為其實就是要捉上尾 那是二百五十八元 如果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吃三百八十八 變成二百八十八 二百五十八 WhatsApp 84811079 或者上來我們 給錢 我會來多些 無論你訂多少也好 除非你沒有貨給我 因為 如果大家在街上吃過八爪魚 就知道八爪魚 本身是多貴的 這隻石爪 八爪魚是極品味的 同意你們不試 在酒店吃的 當然是兩件事 現在這個簡直有味道 五至幾六折 差不多 二百五十九元 WhatsApp 84811079 就這樣 怎樣嘗嘗華沙比 我想我黃食華沙比 它怎樣紅甜辣醬都可以 都好吃的 海鮮醬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禮拜 我們這些 燕窩又回來了 不特別講了 我們的燕窩 二百六十八元一瓶 賣六瓶 每瓶二百三十八 我們那些是含煉量 百分之九十九 全部是印尼燕棧的 吃那個朋友就明白了 OK 我們上個禮拜沒有來貨 先消化一下 這個禮拜又會有來 大家訂不明白 最開心我們送你 至紅都可以的 下一張 嘩 很餵氣 好了 那益生元我不講了 介紹我們這 小小的益生元牛奶糖 每天吃三粒 那就等於吃一棵西蘭花 和三條香蕉 那些小孩子呢 整天要吃糖吃糖吃糖 給這個他吃就OK 一來他真的挺好吃的 二來營養夠 也有益生元在裏面 幫助他的長度消化 每一盒就是三十八元 一盒好像五十粒 我不記得了 OK 那都OK的 再下去 好了 我們是舉藥產品 其實沒有播出來的聲音 其實我們那個網友 就這樣吃我們的舉藥麵 吃了十幾磅 其實真的可以的 你想到啦 你卡料理這麼低 你一天兩餐都吃去的 那你就真的會瘦 那當然要給點心思 我不特別講那些 剩下的味道 我明天會翻新的新貨 就是這個 雞肉菠菜拌麵 其實還有芝麻醬 日本芝麻醬還給你 裡面其實很簡單的 你把那些 有些水養主 舉樣麵 把水倒閉 把麵開到盒裡 然後把東西拌在一堆 就是一餐了 我想這個是百多卡路里 平時大家翻新的一千卡路里 八百卡路里 九百卡路里 而且很飽高 OK 那大家也可以上來 當然啦 我的咖喱雞肉飯 和我的肉醋飯 酥肉醋飯 就是我的top seller 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三十七元 好 再去 好了 我們的醋 不特別講 今天我們又有個網友 就是 寫下一些message 給我們大家聽說什麼 我喝了三十磅 哪個三十磅這麼厲害 我的兒子 他幾開心 這兩個月而已 幾開心 為什麼會受的兩個月 喝這些醋 喝醋 喝醋 不停喝 這輪喝完 不停追我上來買 那他每天喝多少 你知道嗎 他一至兩包 一至兩包 是啊 一包是兩包 他有沒有做其他東西 沒有 他經常都不動 他又不做運動 他很懶 是嗎 現在瘦了這麼多 哇 多開心 那是不是整個帥哥 瘦了 瘦了 輕鬆了 輕鬆了 對 整個人鬆了 走兩步路都不同 以前 走兩步都不斷走 整天駕車代步 他這麼近買東西 都要駕車 整天駕車 你運動一下 現在 現在 動一下 現在 整天喜歡走 現在可以走 那你有沒有肉赤 你有沒有肉赤 好心 好 好 我現在沒有多想喝 我現在沒有多要好喝 好 謝謝 身體健康 謝謝 拜拜 其實我也不詫異 我這個醋買了幾年 當然對我來說 它就不是那麼好 可以收到這個功能 因為我最初訂這個醋的時候 提我這個醋 我從來都知道是油的 我從來都知道 但提起我這個醋的人 都先油了 就是我老朋友我爸爸 是吧 但是這些醋也帶來我們很多 給你頻道的穩定的發展 在這幾年裏 其實這個不是第一個 我相信也不是最後那個 在我身上 這個醋是發揮不到減肥的作用 但是我起碼沒有心口痛 好了 楊勝哥太太說 瘦了兒子瘦了三十多磅 很懶的兒子 不瘋肉的 沒有做運動 喝了多久 兩個月 一喝多少 有時一包有時兩包 就這麼簡單 瘦了三十多磅 當然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不是我問 我聽著他們說 他可能是200磅 我也是200多磅 那你200磅 那幾十磅就容易了 是 如果14磅就很難收30磅 你有個什麼 但是 人生就是這樣 好 這個 all depends on 你 是否會試 所以今天我有個眼藥水的朋友 我又六個聲音 不過我免說兩段 去 很可憐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年紀有的 不是小 是沒有了百幾二百到近視 眼鏡要配過 現在不敢配著 為什麼 他還在繼續在抵抵 分分鐘會再小一點 那是否覺得呢 又不是 我覺得我起碼沒有了五十度 但這個 我從來都覺得 不是我們目睛眼藥水的重點 我們目睛眼藥水的重點 醫好你的眼底病 什麼黃氾病 那些 大家知道 就是把握時間 明天我們在五一之前做了一個節目 我當然會有些額外的著醋給大家 留意明天節目 現在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講日本最年輕的殺人犯 順便我們講一下少年犯的問題 休息一會